得感谢万代载版和拼多多的内卷 我终于在2024年以非常合适的价格 入手了这一套招合奥特曼五兄弟 先让我开箱的是今年刚载版的捷克SHF 咱们看看这期视频能不能有一千额赞 我这次的目标是拍完所有的SHF奥特曼 至于买SHF奥特曼的意义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用它的超可动和丰富的配件 还原剧中的经典场景了 对于SHF捷克我一直有一件很想做的事情 那就是 哎来来来只看脑袋的话 你能分得清他们仨谁是谁吗 我觉得这个捷克头雕呢其实做的并不好 甚至某些角度看上去呢还特别的奇怪 像这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当然呢这款的做工呢也是一眼难尽 之所以大家觉得它好 主要是因为配件给的多啊 奥特手环是捷克的招牌武器 后期打怪呢主要靠手环 这个光手环的变种配件就给了三个 这个可是其他奥特曼没有的待遇 捷克的光线呢和初代基本是一样的 连特效件呢都做得很接近 这里的感谢万代居然没有用同模来混弄我们 我曾一度以为这个SHF系列 已经是理想型的这个奥特曼可动模型了 但是时代在进步 一些做皮套版奥特曼的品牌呢 也在逐渐的崛起 而且呢趋于成熟 香港展会上已经有皮套的赛文了 那未来的皮套版的奥特曼五兄弟 应该也不是不可能的对吧